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反倒是中国驻日使馆出手相助 出动了大巴将他们再离机场 但事后证实根本就是造谣 刑事局不敢大意JIP找到了发文的原来是一名游信大学生 大学生当时也有去大阪旅游受困机场 但没找代表处协助 而且账号不是他办的 po文也不是他贴的 但法官经过比对认定他就是发文者 由于没有影响到公共安宁 无法认定违反社委法 最终裁定不罚 只是当时网上舆论大起 不少人批评驻日代表处办事不利 驻大阪处长苏启成还疑似因为压力过大轻声 可见键盘下的一字一句 谁都不能预料 三零星 吴宣彤 台北报道